跟著國手學球 又要成仙兜 棋風敵手 大家好 我是李嘉生 今天跟正仙姿的訓練 是土耳其公開賽剛回來的時候 所以進行比較簡單的恢復訓練 那我們趕快帶大家來看看吧 一開始我們一樣先熱身 正手對打到有感覺後 退一小步拉球 之後換到反手對打 如感覺後可以嘗試反手施球 正仙姿的第一個計畫是 正手調起來一邊兩個正手拉 因為正仙姿的正手在女生裡面算是質量高的 所以會比較俗衷於正手的訓練 女生在練一邊兩個正手拉的時候 會比較傾向於速度快的腳步 需要腳步比較快速輕盈這點 需要特別注意 那正仙姿的第二個計畫是 正手扮豬台拉起來後擺出 這是在訓練搶上手後的持續進攻能力 當你主動上手後 持續的主動進攻也是很重要的 否則主動上手就失去意義了 擺術要注意的是 下盤的重心轉換來帶動上半身 切記不要反過來了 那我的第一個計畫也是一邊兩個正手拉 男生在練這個計畫的時候 除了腳步速度快以外 質量也要拉得出來 節奏掌控在自己的手上 這樣在實戰中才能控制對手 達到掌控節奏的目的 那我的第二個訓練計畫是 上手後 中間一個 兩邊一個 這是在訓練中間正手拉完後 對手可能會打你兩邊的 練練計畫 這在比賽中很常見 當你上手後正手拉完 對手塞一顆球會往兩邊去 這時候你就需要快速的到位 並且持續進攻 那我們訓練得差不多後 一樣進行一個小小的比賽 不過我們這次是平打 大家可以猜猜看 最後誰獲勝啦 對手 對手 堅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的回乎訓練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期一天再見啦 掰掰 等一下 不可夭 不可厭 不是這一種 No